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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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這樣呢 因為其實都有很多的小朋友 其實本身他們來到紀風大學 是去做一些支援支持的行為 但是真是很突破的情況之下 所有的出入口都被封鎖了 封閉了 所以他們無路可走 於是同工唯有帶著他們去不同安全的地方 因為對他們來說 他們年紀很小 其實他們不知可以怎樣走 那起初我們都期望有機會 起初我們都期望有沒有機會可以走到 我想大家都有留意的 由第一次在美兆基 警方在他的Facebook發放說 美兆基樓的White Zone是可以走 於是同工特意去測試 因為對於警方的說話大家都抱有懷疑 結果 都是仍然有機會在那裡走 而是被捕 亦都有一些大光燈 TG 射向 是令到我們很懷疑 警方究竟是否真的去放行呢 當然之後大家都陸續見到 無論它說這個噴水池方向是會放行的 結果我們有一位前的社工系的博士的老師 他親身去犯罪 他試一下真的可以走到 結果他雙手舉起 走出去 仍然都是被捕的 他雖然說 他說警方和這個美工大學的副校長 只要他沒有下機 他又真是一位社工科士的老師 他又不是做些什麼 他這樣走出來是不會有事的 但是最後他也是被捕 這件事是令到我們非常憤怒的 當然 他剛剛又再次說 又再次開過某一個通道 這次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小朋友不再相信呢 因為實際上太多次的反口腹線 或者甚至乎是有誤導成分 這件事小朋友是很難相信 連我們作為大人 都不可以再相信警方 其實是會放去這一條山路的 市民資訊員 新聞資訊自由 團營商資金合格公司